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剧鞋仔仔频道,我是鞋仔 今天要来说一个老爱吹牛的老爸 惹来子女一脸厌烦的故事 金五家庭 这天,爸爸到学校即将妹放学 在等待的过程中无聊了起来 并和一般学生说起了自己当特工的故事 那晚接到通知,有人被绑在卫星盘上 二话不说,便换了一身洁白的特工服 赶往现场 抵达后,两位颗粒隐身白衣人者 从地下的百线窜起 很快地被左手握着的剑把刺穿腹部 紧接着穿过广告板上的红衣忍者 也胡适担干 同样的,不到一秒钟便被打得落花流水 随后从天而降 冒烟黑衣白头忍者 也被焦爸用长毛刺穿腹部倒下了 把故事说得叙叙如生的焦爸 让阿萨听得仿佛森林起劲 妖妹迟迟从教室走了出来 看见老爸令人厌烦的那张脸 便绕道而行 阿萨的老爸老妈这天又飞到地球的某一个角落 于是便站住娇妹家里 阿萨是香港海洋公园的训练员 放工后带上护身符 便骑着摸夺 赶回家里吃饭 回到家便踢开妹妹翘起的二郎腿 拿起遥控器转到自己爱看的频道 仍然在阿萨见多指的娇妹 兄妹两于是展开了一场电视遥控器争夺大战 谁也不肯让谁最后把电视遥控器砸坏了 阿萨迟迟走出房门 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摇摇翼醉的餐桌 就这样被饭菜的重量压垮了 之后便拿了张备用桌子继续开翻 过程中娇爸上演一幕自说自笑表演 更笑得不亦乐乎 感到厌烦的阿萨 迟迟往房里走去 并甩上了门 回房后对着已过世妻子的照片 吐露了心思 其实娇爸知道娇妹是故意避开自己的 只是默默放在心里 不愿拆穿女儿的谎言 原本想说个笑话逗大家开心 但却得到儿子一声不吭地回到房里 质问除了喂奶 娇爸什么都给了他们 感叹 做人老爸太难了 次日娇妹告知娇爸 后天有个话剧彩排 并当上女主角 但命令娇爸不准来看自己的演出 难过的娇爸只是收到了娇妹传来的一封信息 虽然每天对你无理取闹 但还是一样尊敬你这个老爸 另一边光头难根据货车上 老特工给出的资料 找到了娇爸 说出了12年前在菲律宾 一间住满美国游客的酒店 被恐怖分子自放炸弹 事后美国政府做出行动 派光头难刺杀身处在香港的叛徒者 但香港属英国情报机关分局 知道了光头难的行动后 便派特工追捕光头难 被特工伤了脊椎 至此之后 除了警部以上以及数字手指壳轻微欲动 其他部位宣布弹瘫 经过光头难多年查他 特工名字叫做戴子龙 而娇爸正式当年替戴子龙 改名换信 让他过着普通人生活的保护退役特工人员 说完便赶回家做晚饭 过了一会儿娇妹的男友阿祖 到家里来盛饭 还送了娇妹一只粉红猪 才开饭不久 兄妹两位的一只鸡 在餐桌下展开了踢腿弓 楼下的房客也感觉到了这股骚动 最后娇妹获胜 而阿伦却拿着做布连同饭菜 一起甩落在地 晚上娇爸来到阿伦房间 却被阿伦一脸嫌弃 娇爸交代阿伦照顾好妹妹 之后又到了娇妹房替他盖背 随后一脸震惊的 拿了椅子上的摆衬衫 来到了贴塔馆 烧开碎 接着四名黑衣男女扎门闯入 顺便也砸了贴塔馆的招牌 娇爸连茶的布和立即翻桌 更拿下一股楼的右手当双结果 但最后还是被黑衣人抓着脚环 往出柜摔了过去 四人把娇爸带回扣在铁链上 用了各种方法 包括电击 利用儿女的生命 威胁娇爸说出代子龙的下落 但娇爸依然收口如瓶 随后拿了自流喷陀娜的针 往娇爸脖子砸下去 据说类似于吐针剂 也就是说会抑制你的中央神经系统 让人进入一种放松状态 自制力会变得比较差 很容易放松警惕说出一些实话 接着便懵懵懂懂地说出了 记忆卡挂在阿伦和娇妹的脖子上 找到他就能找到代子龙 阿伦和曹叔到达铁打馆 却见不着娇爸 引入眼帘的竟是七点八道的情景 士奇被砸破着全家夫 之后一个垂墙动作 发现了藏在铁打馆内的密室 走入密室 看见墙上挂着娇半年轻时 当特工的照片 娇妹之时在校园遭黑衣人攻击 阿伦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便赶去校园 拿着安全帽往黑衣人丢过去 并和娇妹连锁把黑衣人打倒 阿萨此时拿着灭火器 往黑衣人猛喷 之后加倍快速地逃离现场 刚好阿伦此时也赶到校园 并把二人载到自己的住所避难 阿珠拿姐姐着衣服让姜妹换伤 浴室里姜妹看见护身符的边框 穿出了染色的东西 好奇着打开一看 竟是一片记忆卡 读取后 系统告知需要再插入另一张卡 阿伦这才想起 护身符落在公司里 于是兄妹俩拿着手电筒来到了公司 打开柜子的瞬间 被黑衣人一拳击爆镜子近带了 便连忙撕起掉下的护身符离开现场 此时黑衣操作在篮钢上已等待需久 看见二人的到来便展开了一脸串的打斗 萧妹以一身侧空翻 再利用双腿的力量把黑衣草替飞 另一边 目镜女利用自己身上的吊带链 当暗器攻击 却留来反效果 阿伦更趁机取下目镜女的守备暗器 不放弃的目镜女 拿起地上的铁棍 往阿伦再次攻击 反被阿伦抢夺铁棍 敲打头部晕了过去 阿伦迟时接起响起的电话 光头脑微信阿伦 把带子龙抓去见他 就放了焦吧 到家后 焦妹拿出纱布帮阿伦爆炸伤口 兄妹俩对焦吧感到惭愧 多年来误解她说的特工故事都是吹牛 殊不知却继续熟悉 随后把另一张记忆卡插了进去 但档案还需要焦吧的声音才能够打开 焦妹想起自己的手机铃声 放了焦吧的声音 便把手机交给阿祖处理 另一边 焦吧利用自己的软骨弓 把手腕从手卡里串了出来 再打开扣住的脚链 打算溜出去 却被正在玩游戏的小矛头 以一个后空翻拿下五棍 再寄打焦吧要不晕的过去 随后跟一连转样把五棍认回原位 并继续自己的游戏 几个小时后 档案终于被打开 资料显示出来的 竟是近在眼前的曹叔 震荡商人正要赶去寻找曹叔时 阿祖领机一动按下机关门 把兄妹俩困在工作室 因为组织嫌弃焦吧年级开始大了 便案中派了年轻的阿祖来保护曹叔 曹叔想过回正常人的生活 不愿再躲躲藏藏 于是看见阿祖 立刻利用自己的飞天空逃离现场 为了保护曹叔 阿祖也跟着跳过去了 但却不小心扭伤了脚环 正要掉下去时 曹叔扔出了水管 借着水管的拉力 阿祖才不至于跌得太伤 另一边阿伦想到了办法 用手敲开了冷气风口之后 两兄妹便爬了出去 兄妹俩赶到时 便立刻跪下求曹叔 和他们一起去救浇吧 在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 不忍心的曹叔 最后还是打印了要求 有人跟着光头男的指示 来到了机械房 看见脚吧被锁在 快要没氧气的玻璃杆罐里 光头男并没打算放了脚吧 是要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击 并展开了一场为止几分钟的打斗 从一开始多得数不出来的一般人 到只剩用五根手指数 都嫌多的两个人 同样的被阿伦一个左肩顶下巴 再用脚板剂打头部 趁敌人有点晕圈 立刻使出自首空中飞腿 把敌人踢去撞玻璃 姜妹一个两腿击打头部的动作之后 使出一招空中飞腿 把敌人踢得粉身碎骨 轮到拽小子出场 表演了一场横而有力的五分特技之后 便被阿伦抓去打屁股 随后光头男在后袭击阿伦 好在阿伦反应快 一个后空翻便把光头男从轮椅甩落在地 姜妹此时拿起了扳手 往玻璃杆猛敲 但玻璃杆依旧完美无缺 正当姜妹伤心之际 姜爸在玻璃杆画了三个眼圈 并点了一颗字 提示姜妹鼓起拳头的凤眼圈 用力的往中心点打下去 直至打破为止 一切都已过天起 姜妹和阿祖和好如初 阿萨和阿伦也有了进展 姜爸草树和孙女 也在客厅悠哉的下着棋 故事就结束啦 那喜欢学仔说故事给你听 按赞分享订阅学仔 记得打开小铃铛咯 下个故事再会